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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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然后呢 这边C4掉了 我们这边卡一下包 走到这边来看一下A 因为当时我看后续没有队友帮他补枪 所以我判断对面有可能是去A了 就两个人去A 然后两个人在B 我们在这边B门架掉了一个A包点的狙击 然后最后一个人不知道他在哪 因为当时他也没露 我的队也没并没有给我报位置 所以说我们只能自己打一波预判 然后车里在看到这个包之后 确实这个包不是很好手 因为要看闭门闭狗 要看B一层 所以说比较难 所以说我们选了一个不会被偷屁股的点位 这样的话他从B包点过来 我们可以直接将他击杀 他从右手过来的话 我们可以利用甩枪 这样的话不会被偷屁股 不用担心屁股 这里也成功拿下一个第一个无杀 然后上半场是以2比3解锁 然后来到下半场 下半场的话稍微做一下剪切 开局的时候没有杀到人 很痛苦 然后我们看看这一波 这波的话邱宇师带领队偶一起冲击B点 然后这边砸一颗白 好的 然后听到这边好像是并没有后续的脚步声 然后我们这边拿去看一眼 好像没有发现人 然后但是B2层那边好像是已经来了一个敌人了 所以说我们这边只能 哎呀切手枪回头赶紧打掉 因为当时队友死了不讲话 所以说你只能所有的东西你只能靠猜 你猜他有没有过来 你猜他打了多少血 这很痛苦 咱们看看这波 这一波也非常极限 我们当时的话在后续打掉一个人之后 直接架了一波闭门 因为当时听到外面有很多脚步声 结果进来第一个先打掉后续的敌人呢想补枪 然后我们这边躲在包点铁背墙后一波操作啊 然后呢打掉一个四杀 最剩最后一个啊 当时也是不确定他在哪个位置 所以说我们三边都在看啊 逼狗逼门和逼下穿 然后最后选择了一个 还是选择了一个刚才carry的点位 哎好的 在缩头的过程中啊 也是看到了最后一个敌人 你看他最后就实地血啊 他就实地血 但是我不知道 哎哎 如果我知道的话 因为我我我我是偏比较实战型的 啊所以说可能啊 我就会切手枪打啊 可能这个素材呢 就并没有那么帅了啊 啊但是呢 啊是吧 队友没给我爆点啊 那我就只能拿去上啊 就默认一百选啊 默认一百选 然后呢这里也跟大家讲嘛 就为什么有时候秋雨会冲这么快啊 我打的这么凶啊啊 这个当然这个也是我在呃别的地方看了啊 但是我觉得也可以用啊 就比如说像如果你打这个牌位啊 对手呢 并没有你强啊 他比你弱啊 那你为什么要怕他呢 对吧 你就直接怼就完了 是不是 那如果对手跟你是同等水平下的话 那你凭什么怕他呢 咱们都是一个实力 对吧 那你为什么要怕他 那你直接去怼他 对吧 上去就跟他渴啊 就跟他赶啊 然后呢 还有呢 就是如果说啊 对手比你强啊 像我们这几天在 划中前半上分 秋雨还碰到宠儿 还有小维维 组队小维和意义他们啊 我我们不照样也打吗 对不对 那您怎么办啊 死呗是吧 可以说如果啊 敌人比你强 那你跟他拼了呀 对不对 像你像平时啊 可能大家打法不同 但是你如果被别人打在家里面压得不出去的话 反而是更压抑的啊 所以说如果说对手比你强 你也要说 找点机会啊 冲出去啊 所以说就比较讲究啊 就 嗯 其实就是忙就完了啊 就就冲冲就完了啊 大概就是这个意思啊 好那本集说出一点到嘴了 现在帮看我的 最后一个在闭 最后一个在闭点 冲出来了 好那儿 好ig 好 好 好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